觀眾朋友 今天說兩個題目 下半場來談談軍人的年金改革 今天方案正式出爐 副總統陳建仁先生邀請了 包括行政部門 包括立法部門對軍人的年改方案 有一個共識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這個共識的方案是什麼 先不談說現在的 以後怎麼改呢 服役滿二十年 可以申請月退 那年資採計 最多採計到三十五年 二十年開始 他的支付率是百分之五十五 第二十一年再加兩趴 也就是說你如果當兵 或是當軍官服役滿二十一年的話 你的支付率就是五十七趴 每一年多兩趴 一直算到三十五年為止 有一個樓地板 這個樓地板是比公教還要好 公教的樓地板 大概就是三萬二 而軍人退休之後的樓地板 就是三萬九左右 那事關到少將 現在的共識說 不要設天花板 你可以領多少 你就領多少 中將以上要不要設一個天花板呢 現在還沒正式決定 然後呢 現役的為月退縫呢 如果說你已經領月退 改革之後 也是立法三讀通過之後 第一年呢十八趴就沒有了 如果說你是一次退的呢 是逐年調降 今天呢 對這個軍人年改呢 有一個方案的最後的確定版本 不過必須強調說 這個版本呢 還要到行政院 擬了一個草案 送到立法院去做三讀通過 但是呢 其實八九不離十 然後依照之前的公教改革方案 這個呢 是政府特別禮遇 照顧軍人呢 還是呢 像八百壯士 他們所言的 這是對軍人的一個羞辱 今天下半場好好來談這題目 上半場談什麼呢 中國跟美國的貿易戰 已經正式開打 美國總統川普呢 正式簽署一個 因為中國長期來 侵犯了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呢 對中國進口到美國的 這些相關產品呢 有很多呢 要加以克徵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 報復性關稅 中國呢 說奉陪到底 這就很像說 那個是環球時報講的 美國呢 你割了中國的一塊肉 中國一定要打斷你一根門牙 那到底誰比較痛 或者是說 誰能承受痛苦的 這個能力比較高 這還說不定 不過呢 是不是這個叫打真的 還打假的 大家物理看花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美國股市呢 是一片慘綠 可是大家以為說 今天台股呢 一定要跟著 什麼的重度的下挫 可是反而 今天台股還漲了十多點 到底這一次的 美中大戰是打真的 還是打假的 而臺灣是不是在兩個大人中間 在那邊嗆聲 在那邊彼此叫囂 結果我們臺灣作為一個小國呢 是受傷最為慘重 今天上半場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政治大學金融系的教授 英俊平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跟RTA中心的研究員 杜巧霞 杜老師 大家好 資深的財情專家 王傑銘 大家好 先來看看 川普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是不是中國跟美國 這個所謂的經濟貿易戰 正式開打呢 可是感覺又很奇怪 如果正式開打呢 今天應該包括臺灣在內的 全世界呢 大家都陷入一個極度的恐慌 可是台股今天不跌反漲 我們來看看 美國總統川普去年八月 對中國發起審查 不公平貿易行為的301調查 今年3月22號正式簽署 總統備忘錄 對中國祭出懲罰性關稅 及投資限制 川普強調 雖然和中國是朋友 但美國八千多億美金的貿易逆差 中國就佔了五千多億 美國必須採取行動 美國貿易代表書表示 對中國制裁的貿易品項清單 主要鎖定中國航太科技 自通訊科技 消費性電子類 機械工業等 約一千三百種商品受衝擊 預計將祭出25%的懲罰性關稅 金額高達600億美金 中國商務部隨即祭出反制措施 針對美國銷往中國的農產品 共七大類128項產品 將科以高額關稅 其中包含農產水果 葡萄酒等 將科增15%的關稅 另一類綜合農產品 包括豬肉回收率 關稅提高到25% 總金額約30億美金 美方有關人士這個話 顯然是有些夜郎自大 來而不往非禮也 我們會豐培到底 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不僅美國對中國祭出懲罰性關稅 日前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議 將從3月31號起 對中國近南韓碳鋼漢街街頭 科增反清消稅 美日儼然形成盟友 對抗中國 另一方面 俄羅斯則將矛頭指向美國 將計畫與中國聯手 反制美國 全球貿易戰火一觸即發 不過是不是真的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這恐怕還見仁見智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美國要採取這個動作呢 之前就說美國貿易代表 已經講說 中國的不公平貿易 這一次用301 所謂的侵犯智慧財產權 其實也只是理由 或是藉口之一 最最最主要是說 長期以來 中國大賺美國人的錢 美國很不爽 就是這麼簡單原因 來看看中國不公平的貿易 嚴重傷害 美國企業勞工消費者 而連續六年 美中貿易逆差 也就是中國呢 進口到美國的東西 遠遠比中國從美國拿來 中國賣的東西 多很多很多 這叫逆差 就是賺美國人的錢 連續六年 突破三千億美金 在兩個月前的時候 我們也討論過 美國引用貿易法 第二零一條款 對於太陽能電池 還有模組 刻了最高三十趴的關稅 然後洗衣機刻了最高五十趴 然後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包括三月八號跟三月二十三號呢 分別用貿易擴張法二三二條 以及貿易法三零一條款呢 先對鋼 課增百分之二十五 鋁課增百分之十 然後呢 還有中國相關的這些 將近六百億美金呢 要課增相關的關稅 一千三百項產品 都會被列入報復的清單 先請教一下英老師 美國講真的講假的 現在大家都在猜 因為目前美國這個商務部部長 又說出來了 說最後還是要用談判來解決 所以大家一想 你們在玩假的 所以我們的股市又開始回頭賬了 不過真正來說的話 因為去年 川普啊不斷說美元要貶值 這樣的話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值 結果他貶呢 將從美元指數從百分之一百零 一百零三 貶到大概八十八八十九的樣子 結果他們的貿易赤值不但沒有減少 還有增加了很多 所以川普這個貶值顯然沒有用嘛 所以就會採取這種補救措施 當然大家也曉得因為全球化的結果 這個很多產品美國根本不生產 必須要到外面買 當你貶值了以後 你這東西還是要買進來 所以說你的進口 那你成本就更高了 這個次數就變更大了 而這些東西裡面 大陸的產品佔百分之百 大陸對美國的出口 佔總次數的百分之八十 所以當大陸就變成首張其中一個對象 不過當川普在開始要說貿易制裁之前 他先說我已經要求大陸 要自動減少這個貿易赤值 一千億美金 然後這個美國商務部也在那邊呼應 可是接著他就這個六百萬美 六百億美金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301條款 就推出來了 所以大家認為你在這個推出這個之後 可能就是逼大陸 你自己要給我一個菜單 你要接哪些東西 不然的話 我就按照我的要求 這一千三百項還不曉得要砍哪一些 但是是要大陸自己提出來 他提出來的這個一千多項 這個主要是電子產品 OK 那他要大陸自己提出來的嗎 就不一定是電子產品 就看大陸的菜單是怎麼擬了 那如果是電子產品 我們其實還是很自私的 然後台灣很多很多都是叫做三角貿易 台灣接單 中國生產 是賣到美國 對 結果中國要報復 美國要報復中國 結果是台灣受害最嚴重 對 這部分會很嚴重 因為我們對於大陸的這個出口 去年佔了百分之四十點多 那這個百分之四十點多裡面 可能有一半 都是經過大陸生產以後 再到美國去的 所以如果是美國要制裁這個電子產品的話 這個一半裡面多半都 都是台灣 我們台灣的產品中間就佔比重很大了 OK 所以在這種情境之下 台商 在大陸生產的這些台商 他要採取什麼樣的對策 可能是目前真正的關鍵 OK 杜老師 您是長期研究WTO的 我想問的是說 本來上個禮拜 那個氣氛實在是很不好 因為當川普正式簽了 然後美國就很開心 總算吐了一口怨氣 這美國動作倒還好 可是你會看到 日本也跟進了 德國也跟進了 他會不會變成說 那個時候 又來一次全世界的貿易大戰 我們來看看各國各資都選邊站 日本說呢 從三月底開始 要對中國跟南韓的炭鋼焊接接頭的這個產品 也要課增反傾銷稅 41%到70% 怕死人課五年 英國說的比較保守曖昧 當然英國也說 他對於中國生產 以及這一種所謂的 不是那麼公平的貿易 他也很感冒 不過英國的國貿大臣 他說會站在國際貿易體系 這一邊跟規則站在一起 規則就不是那麼的貼近美國 但也不是那麼的支持中國這樣子 可是德國講得很清楚 只要川普不打我 只要川普沒有針對歐洲開啟貿易戰 那麼歐洲就要跟美國合作 共同來打擊中國 打擊中國這種不公平的貿易 那俄羅斯講說說美國的鋼鋁關稅 會導致俄羅斯三十億美金的損失 莫斯科就要採取反制 而且要跟WTO來提告 中國講得很清楚 奉陪到底 不過講是一回事 實際動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中國的一些反應 中國商務部說 他也要針對 特別是美國的農產品 要加徵那個三十億美金的關稅 其中有十五趴 大概這些所謂的農業的州 很可能都是川普的選票 再來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說 你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損人不利己 那可是中國不想打 但絕不俱戰 來而不往 非理也 你打我我會揍你 奉陪到底 再來談到中國商務部說 美國生產的這叫本分 其實銷到歐盟 南韓 日本 泰國 這都是美國所原產的 現在要反傾銷立案調查 環球時報講得更直接 美國你割我中國一塊肉 中國就要打掉你一顆門牙 可是誰能夠比較痛 還不難講 再來是說 中國忍痛的能力 遠比美國強 什麼意思呢 習近平也不用選 你川普還要選 這個更有趣 環球時報社評說 史達林格勒式的這種 貿易把揮戰 史達林格勒戰役是 那個德國要入侵蘇聯 然後德國勢如破竹 在蘇聯的這個史達林格勒這邊 吃了敗仗 打了半年多 死了幾十萬人 雙邊死了幾十萬人 從此德國就視為了 換句話說 中國說我有信心 有耐力 要跟你打長期抗戰 儘管損失慘重 但最後勝利一定在中國 會是全球的這種貿易戰 的確 如果說 就目前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這個貿易戰一開打 流彈四射 周邊的國家都被影響到了 所以每個國家都想要 要怎麼樣去防衛自己 那最簡單的一個防衛自己 就是自己也去提 那個反傾銷稅 了解 所以這樣子 這個互相對抗之下 對全球貿易 絕對是一個負面的影響 那當然 川普目前的這些說法 多少是有一些誇大 也就是說 他可能是為了迎合選民 只看到一些表面的問題 實際上 如果說雙方要真的展開談判的話 大家接觸到那個實質問題的時候 影響可能不是那麼大 也就是說造成今天美國貿易赤字這麼大的原因 並不是這個 這個都是其他國家的責任 他自己本身的這個經濟發展階段 他的產業結構 甚至他的這個消費跟生產 不成比例的這些問題 可能都是一些重要的原因 但是呢 我們也不可以忽略 這個問題 他所隱含的一些基本的底下的一些問題 怎麼說呢 因為目前美國還有跟中國之間 所出現的這個貿易失衡這麼嚴重的一個問題 基本上跟雙方的經貿體制的不一樣 有很大的關係 也就是說 事實上從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開始 中國大陸已經對歐美在WTO提出來了一個爭端解決 那這個爭端解決呢 就是他針對中國大陸的非市場經濟的行為 所提出來的一些 這個歐美沒有給中國大陸市場經濟這個待遇 所以呢 中國就像WTO去提出了這樣一個告訴 那在去年底 歐美都已經各自提出來了書面的說明 那從他這個書面的說明裡面呢 可以發現這個歐美中三方對於所謂的市場經濟體制 有非常大的一個認知差距 那這個認知差距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來自於中國大陸之前是社會主義國家 即使他現在的制度 他自己講說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但是呢 這個所謂他所謂的這個中國社會主義的這個市場經濟呢 其實是不符合歐美對市場經濟的定義 所以未來如果WTO的爭端解決 要針對這個問題去做決定的時候 其實對於歐美還有中國 都可能會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譬如說我們講說現在美國的301條款 他是基於中國對於這個他的智慧財產權有侵害 他對於這個美商的投資有要求技術移轉這些呢 這個基本上也是跟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經濟 非市場經濟的一個做法有關 因為根據這是歐美的看法 根據這個中國大陸他的整個經貿體制的一個運作呢 他發現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 對於整個的資源配置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力 尤其是中國大陸 他設定了一個中國製造二零二五 這樣一個產業政策 在這個產業政策之下 他的目標就是到二零二五年的時候 中國的製造業會達到世界一流的水準 所以對於歐美的高科技產業 其實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威脅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美國所放話 要制裁的那些產品都是一些高科技產品的一個重要 這一次的貿易戰除了說 對於之前貿易逆差的極度不滿之外 還有一個更深層更長期的恐懼 是中國的二零二五中國製造 對沒錯 所以他才所以他一定要在這一次把他打下來 他是要至少是他要拿出一些他的做法 針對中國的這個產業政策 要提出一些抗議 順著這個脈絡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殷老師 因為川普真的是殷勤難定 一下好一下壞一下打一下核 一下說我是中國最好的朋友 一下會想把你打到落花流水 我們來看看這個真的是彼此嗆聲 其實叫得越大聲恐怕就越不容易打 我們來看看新華社呢 在之前說之前那個環球時報講說 你割我肉我就要打斷你門牙 可是後來新華社說呢 國務院副總理呢 跟美國的財政部長通了電話了 雙方說要理性溝通 繼續溝通 維護中美關係的總體穩定 中國的駐美大使呢 他說中國也想要縮減中美的貿易順差 什麼意思 我也沒有要賺你那麼多錢 我可以少賺一點沒關係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跟你美國買更多 更多的產品 這個時候美國說 我也沒有要開戰 只是說要修正貿易不公平 未來可能還會有你來我往的相互攻擊 可是最後是談判和解收場 不是史達林格的那種雙方 你死我亡的那種戰役 美國財政部長也說呢 我們想要削減一千億美金的貿易赤字 然後減少強迫合資 減少強迫技術移轉 對於達成協議呢 審慎樂觀 韓正中國國務院的副總理說呢 會擴大對外開放 對外資企業一視同仁 更保護好智慧財產權 也就是說比較順著美國的意 而且呢 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經濟 我們來看看中美的貿易逆差 這個是從兩千年開始呢 這一條呢 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就是美國人讓中國人賺錢 這個是美國對中國的進口 這個就是所謂的貿易逆差 你出口越多 然後進口越少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賠的錢 美國賠的錢越多了 這個錢呢 逆差的部分到二零一七 已經超過三千七百多億 我想問英老師的一點 是不是只要中國願意承諾 減少這個逆差 而且實際去做 這個貿易戰就不會發生 我想川普是一個生意人的背景啊 所以他喊價喊得很高 然後嘛 最後還價 討價還價 會有一個比較 雙方 開價嚇死人 成交笑死人 對 然後最後會有個比較合理的一個結果 那他要中國大陸減 這個一千億的赤子 那你要減什麼東西 你決定 那大陸這邊嘛 可能會討價還價 稍微減少一點 可是嘛 多多少少 最後 可能就會有 有一個 協商的結果 而不是真正的貿易戰 所以接下來就是 打打停停談談 談談停停打打 對 目前的這六百多項的話 可能就是談談打打 因為他是 智慧財產權的這個 這個爭議嘛 那智慧財產權 全爭議的話 只要大陸答應 我嚴格的執行 這個智慧財產權 不貿 不抄襲 可能這個事情 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真正大家擔心的是 鋼鐵跟鋁 因為鋼鐵跟鋁 大陸產能過剩了以後 造成全世界的這個鋼鐵 價格大跌 然後美國跟英國的鋼鐵業 幾乎都要關門了 那為了要保護他們國內的鋼鐵業 因為這是國防工業嘛 所以 他寄這個 川普寄出來這個鋼鐵的這個稅 那這個稅 可能短期之內不會消掉 不過傑民兄 看起來是雷霆萬鈞 可是這個雷聲那麼大 雨是不是一樣那麼大 看起來還不見得 那臺灣是在跟人家那麼緊張 有必要嗎 當然如果從今天的臺灣股市表現 那他包括禮拜五 禮拜五一開盤日本就跌掉四個百分點 臺灣最後收盤是跌一點七個百分點 今天尾盤的時候 臺股市往上揚的 那所以從股票市場來看 我們大概是有一個看不見的手 並沒有讓臺灣股市跌很兇 我有三件事要來做說明 第一件事我認為川普 這次作為他會堅持下去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知道就是蘋果 他在貴州設了一個雲端管理中心 但是這個雲端管理中心 並不是由蘋果自己來掌控 他必須要交給中國的國企 叫做雲上貴州來做控管 那麼當然我們的華碩 就決定退出中國 不做這雲的生意 那還有包括了像是Google 想要回到這個美國 回到中國 中國也沒有目前為止 也沒有答應谷歌可以回到中國 我們指的是谷歌的這個資訊跟網站 那更不用說臉書也是 所以就是說 就美國的角度來看 我是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一個國家 那你禁止我這些服務業進到中國 那當然我的獲利就會減少 那你為什麼要禁止呢 甚至我已經進到你的製造業 我設了服務業之後 也確實由中國來做接管 這就是這個範圍 其中還有一個最引爆點就是高通 那麼高通呢在去年的時候被中國罰了 將近有這個九億美金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反壟斷 那是在中國 就是歷史上最大的 那往前是對微軟 就是課了一個反傾銷稅 那對於美國來說 這兩個可是美國最具有智慧 財產權的這個企業 一個是做我們說網路 這個應該說電腦系統 一個是做手機系統的 那你這網路系統根本沒有讓他進去 谷歌沒有讓他進去 那這兩個是美國 現在造成納斯達克表現最好 兩家企業 中國化的條線 就是你這個有這個 就是這個獨佔 有這個壟斷 所以呢他做這個方式呢 第一高通必須要跟中國的這個 就是軟體公司合作 所以這些種種的不平等待遇 川普看在心裡面 其實你去年就可以已經看到 川普要發動 我我延續杜老師說的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市場經濟地位 因為呢 當初兩千年 中國能夠之所以能夠加入WTO 是因為所有這些已開發國家 希望WTO這個架構呢 能夠控管這個中國 因為中國沒有加入WTO 他到處用低價商品 殺了全世界 包括亞洲金融風暴 背後就是有中國當時把人民 大幅貶值的一個理由 所以就他的角度來說 當時希望把中國納進到WTO 他其實就是我能夠管理你 但是經過這十七年 十八年下來 不但不能管理他 反而更加的這個所謂的 補貼啊 壟斷啊 這個甚至到全球去購買 這種智慧參選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當時中國加入WTO 的時候有答應十五年 那麼十五年 中國必須要讓所有的已發達國家承認 他是具有市場經濟地位 到昨天到去年十二月一號 川普依舊認定 中國不具備市場經濟地位 歐元區在去年的十二月十七號 依舊不認為 所以對他執行反擊 我比較擔心的事情是 川普如果真的能夠在未來的時間裡面 針對特定的商品提出來 所謂不公平的市場地位的時候 我認為現在的歐元區的這個氛圍 包括德國最近對他的購買 也有很大的制裁 會不會引爆這個連鎖效應 中國要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換句話說 絕對不能去小看川普 儘管看起來他殷勤不定 很難捉摸他的性格 但絕對不能小看美國 對中國宣戰的勢力跟壓力 是很大的 可是我們來看看喔 那臺灣怎麼辦 剛剛呢殷老師也談到 其實臺灣很可能會因此受傷很重 說實在跟我們也沒什麼關係 可是我們來看看 央行總裁楊金龍他說呢 美國是臺灣第一大的鋼鐵出口地 是第六大的鋁製品出口地 那如果美國對鋼鐵跟鋁呢 是什麼報復性的關稅呢 臺灣會受傷慘重 也會衝擊到臺灣商品出口跟經濟成長 再來呢很可能呢 會對臺灣的這個產出減額呢 是GDP的百分之1.8 蔡總統提了四大策略啦 譬如說讓臺灣這個 made in Taiwan呢 這個形象更大的明顯化出來 然後呢要加速內需投資等等 我再請教一下殷老師啦 臺灣怎麼辦還是說先不用怎麼辦 看看人家怎麼打再說 我想當然啊 一方面要觀察兩邊這個 目前的這個戰況啊 會怎麼發展啊 原因很簡單 因為去年的年中啊 大陸提了第一張菜單 開放十項好像 那十項裡面有三項 都是開放美國的金融業 進到大陸的市場裡面去 所以這次如果大陸再提第二個 後面的這個菜單的話 可能有很多是美國人要求他開放 他就開放了 所以到底會怎麼樣的妥協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啊 不過對我們臺灣來講 因為鋼鐵跟鋁啊 目前是對全世界外銷到美國去的 全部都要剋 不只是大陸了 但如果是他的戰略夥伴 他就說我可以不要剋你啊 這個就看美國要不要接受了 因為歐盟現在要求美國暫緩 是暫緩實施 那如果美國能夠對歐盟暫緩實施的話 我們能不能夠也要求美國 對我們臺灣高臺貴手 杜老師我們有這個空間嗎 要求美國對我們高臺貴手 就我瞭解喔 美國的鋼鋁的那個提高關稅喔 對幾個國家只是暫時豁免 他仍然設定了要在五月底以前 好由這些國家提出來一些可行的替代辦法 了解 那所以呢 其實當然 目前臺灣是連這個都還沒有爭取到啦 嗯 那但是呢 我我覺得就是美中喔 他們對於這個經貿體制上的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爭議喔 這個問題未來是一定要解決 因為在WTO爭端解決那邊喔 他一定要處理喔 所以呢 未來他們這個經貿體制怎麼樣去改善 就至少認知差異喔 怎麼樣去改善 我覺得當然 如果我們從正面思考去看的話 中國大陸他應該要加速他的市場經濟改革 是加速開放市場 包括剛才殷老師所提出來的 他過去已經承諾了要加速開放某些部門 但是呢未來這一部分可能 必須要做更大的承諾 換句話說 儘管今天看起來兩邊有一點點想談判的 這個和解的氣氛 可是這種全世界的經濟隱憂 恐怕接下來還會一直卡在那邊 當然會當然會 因為因為川普 川普在那邊下棋的時候 他重點就放在美國的貿易赤字嘛 他要解決這個問題嘛 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針對著各國對跟他之間的貿易 他呢想辦法去減少 減少這個貿易上的這種利差嘛 是是 這種全球 特別是以美中為主的貿易戰 接下來如何發展 我們會持續的關心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今天副總統陳建仁先生呢 召集了行政立法 對於軍人年改 已經達成了初步的共識 副總統陳建仁中午再度邀集民進黨團的外交 及國防 司法及法治 兩個委員會成員討論軍人年改草案 國防部長嚴德發 退府會主委邱國鎮也都列席參與討論 民進黨立委蔡世英會後轉述指出 會中達到三個共識 樓地板確定為三萬八千九百九十元 服務滿二十年 退休起之奉率為百分之五十五 每年增加百分之二 天花板則為最高三十五年年資到百分之八十五 因為現行的法律規定是四十趴起之率 然後一年兩趴 最多算三十五年到七十趴 那我們大家就認為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對於讓軍隊長流久用 增加部隊的戰力 我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也因此在與會委員建議之下 是希望可以改成起之五十五趴 然後每年兩趴 然後最多到八十五趴 就是按照現行的法律計算 年資三十五年 這樣的一個修法對於法律的變動 是最少的 蔡世英指出 大家對這樣折衝的版本有共識 變動少 也提高對現役軍人的保障 並有利於募兵制的推動 蔡世英也指出 新修法後就沒有十八趴 也就是沒有新九制的區隔 全世界有一百九十五個國家或者政治團體有武裝力量 我們查過沒有一個國家是用溯及既往的方式來針對已經退伍的軍人來砍或者刪除他依法應該領取的退休金 八百壯士在立法院前買國造販已經超過一年 對於軍人靈改方案 副總指揮吳斯牌認為政府的財政負擔不該由退伍軍人來承擔 靈改會執行長林萬一則表示 軍人靈改將由國防部級退府會再做期部精算及財務評估 並調整法案相關修正條文提報行政院會議通過後送入立法院審議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來 歡迎下半場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八百壯士的執行長羅瑞達 羅執行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非常謝謝 再歡迎是資深的媒體人 他自己也是退役的軍人康仁俊 新鮑達 剛剛的財經專家王傑銘 大家好 不過執行長先請教你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也談到說 現在可能要改的 不過其實八九不離十 因為其實副總統是所謂的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召集人 當他拍板定案 而且又找了行政院立法院 大家都談妥之後 行政院跟立法院大概就是八九不離十按這個版本通過 我們來看看服役滿二十年 然後年資採計就是三十五年為上限 起資奉率這個其實不太容易理解 等一下特別請教您 現在是用五十五趴 本來有兩個版本是說五十趴 再加如果是一年加二點五趴 這個版本在今天沒有達成共識 達成共識說一開始是五十五趴 多一年多兩趴 最多算到三十五年 也就是再加三十趴也就是最多是到八十五趴為止 有一個樓地版 以前是沒有樓地版的 就是說不管你什麼樣的軍接 你只要能拿月退縫 最少最少就是拿到三萬九 不要講那十塊錢 三萬八千九百九十塊 就是三萬九 天花板現在還沒有一個具體的共識 不過想說呢 你關節比較低的就不要設人家天花板 但是中將以上還是有可能會有天花板 然後十八趴就落日了就沒有十八趴 除非你是拿一次退 這個是少數特例 我先請教這個版本能接受嗎 其實任何一個只要能夠使國強民副的改革 沒有人會反對 也沒有人會所謂的接受或不接受 這個版本 我們不應該來談這個版本 我們應該來談的就是說 今天年改他到底為什麼要年改 民進黨政府一開始就拋下來 一個議題就是說 基金要破產 是 可是從頭到尾 他並沒有跟全國的人民解釋 基金為什麼會破產 他放由媒體跟民嘴不斷地說 因為腳的少領得多等等這些原因 可是實際上呢 實際上第一個 今天基金會破產的原因是在民國八十五年 在把原本的N幾制修改成基金提撥制的同時 他就計算了兩種方式來計算退休方式 第一個叫做新制 也就是民國八十五年以後的新制 退伍之後 你有舊制含多少年 新制含多少年 加起來是你的退休給予 好 現在我們來談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他是在所謂的金石案 金金案 把原本六十萬大軍 才到二十一萬大軍的時候 所以產生了一個腳的很少年多 但是不要去忽略到了 在八十五年以前的N幾制 國家應該給付的責任在哪裡 你不能夠把現在繳的基金來去給付 之前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 基金當然會不夠 這是第一點 我們要來講 他的謬誤的地方 第二個我們再來談 今天我們要來談就是在八十五年 他提撥出來 有分為新制就制 你現在在一百零七年 你準備再提撥一個年金制度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畫三條線 第一條線是國家原本應該給付的N幾制 第二條線是在民國八十五年以後 到一百零七年的這個階段 第三個是一百零七年以後 你要怎麼樣給他的一個方式 如果說按照現在民進黨政府 他所提撥出來 現在我們看得出來 他支付率五十五 如果五十五 當年就是八十六年 直施的時候那四十趴 當然是提高了十五趴 我給他拍拍手 可是如果你把它換算成 之前國家N幾制 再加上這個奉路的時候 他的提撥率是不足三十趴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我們來算一個公式就好 如果服一滿二十七年的上校 我有二十年次就制 就是N幾制國家百分之百給付的 那時候因為我們的起制用心比較低 後面的七年是新制四十趴 算起來我大概還可以領 大概將近七成九到八成三的 這樣子一個奉率 裡面還包含了到之前 我救治裡面所有的十八趴 可是現在你十八趴取消了之後 降到二十趴 完了之後再把前面的救治 不去算他 再以這五十五趴的起制奉率 來去算的時候 你算算可以剩多少 不過執政長我這樣請教 我不知道有沒有誤解您的意思 第一個您的立場 還是跟吳思淮將軍一樣 就是說沒有人在塑及既往改革的 改革是要對以後整個財政的 這個改革去做 而不是對以前的改革 這是一個第二個 就算你要塑及既往 你要分三塊 N幾制的部分 或者是所謂的現在退休新制的部分 乃至於立法之後 至少你要三段切 而不是一刀整個切 但是傑明兄我再請教你 這個方案合理嗎 好 這個方案其實我直接一句話 就是 你在這個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塊以下的人 你完全受不到影響 即便你的十八趴被消失了 那領你的錢 他還會是用一個明目來給你 舉例說明 假設我是早期的士官 我沒有退休金 我只有靠十八趴 一年領兩萬多 那麼現在政府做的方式是 這十八趴的本金還給你 你這兩萬塊我不會做更改 他會有一個明目 來針對十八趴的部分 來做這個賦予 所以也就是說 所有的這些早期的軍事官 這部分你是完全不用去擔心的 本來越退領不到四萬的人 你反而可能 可能多領一點點 不可能 不可能 沒有往回回收 沒有沒有沒有 他不是說樓地板 樓地板就是 樓地板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把你領高的 超過我把你砍到樓地板 但是你不足樓地板的 領三萬五還是領三萬五 這個這個 還有跟公務人員 當時是一樣 比如是公務人員 三一二零 我再把他講完 他自己最低階來算 我再把他講完 那麼基本上 他會以你就是 退休後的三十六個月 作為基準 那大部分在 就是說現在還在領的 大部分都會以三十六個月 基本上也就接近你 當時最高的薪資 作為計算 那因為比較低階的軍官 他領的是四十個百分點 而且沒關係我講不對 做更改 那麼他是四十 他直接調到五十五個月 這是完全按照 就是美國的 應該說五十五的基準 就是我薪資的百分之五十五 這是按照美國的基準 那有些 早期比較中低階的軍官 他可能只有四十Percent的 這個替代率 他調到了五十五 那這是另外一個 很關鍵的事情是 其實這次的內容很單純 就是目的就是要把這十八趴 就把他完全在歷史上面消失掉 那麼當然現在的爭議點就是說 有些高階的軍官會認為 一件事情是 我十八趴可能我一個月 會少到三萬多塊 所以現在正在考慮 是不是有可能用一些其他的 明目來做補貼 還有更關鍵的事情 假設我現在領的錢 我的退休金假設 我現在領的是七萬塊 但是根據薪資呢 薪資那當然是指少將中將 可能影響比較大 假設我現在領到是七萬塊 但是我薪資完計算之後 我可能是假設是六萬塊的話 中間一萬塊是用十年時間 把這個補額慢慢的減低 而不是一次的減少 所以他這次要達到一件事情是 把所有的退休制度 全部這個就制度化 另外一部分呢 針對所謂的虧損部分 那麼政府將提出一千億的這個資金 每一年一百億的方式來補貼 就是來自軍中這個資金 就是我們退休金的這個減少的部分 所以除非你今天提出一個 比這個更完整的想法 那麼十八趴的消失 是實際上是全民的 全民的共同一致 你等於說這個版本 其實政府基金盡可能的照顧到 我們的退休跟現役軍人 而且他特別要照顧中低階層的 這些軍人 應該是照顧所謂的上校以下的 這些中低官中低 但是實際上少校也沒改變 應該是少將以下的 人俊你就是所謂的中 你是中 我少校退 但是我沒有約退縫 ok 但是如果是少校 應該也就是這一次想要特別照顧的 這種中低階的 不是中高階的 理論上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年改辦公室 有一個新聞稿 說為什麼要這樣改 拜託導播讓我看一下那個PC 他說呢 第一個就是要維持 退輔基金的永續運作 然後呢要照顧國軍組織精簡退役人員的生活 鼓勵現役人員呢 軍人呢 長留久用 待會特別請教執行長 這個影響 是不是說大家會趕快搶退 然後根本不想再幹了 也不想再進來 還是會是所謂的長留久用 所以取消18% 然後呢其他的改革都比現行的現役軍人規定更為優渥 這是年改辦公室講的喔 除了18%改調之外 這些改革內容都比現在還要好 那這個是說等一下我們再談 齊治奉率就是55% 一年多2% 因此呢中低階的軍事官 將會被優先照顧 任君雄 其實真正的一個有爭議的時間景是86年 就是86年之後改為叫做 我們稱之為叫除金制 也就是從恩己制換成 就是我們自己除金進去 這個是現在大家的爭議喔 那我想其實很多人對於整個軍人的月退縫 其實沒有很清楚 他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我試圖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說明一下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有一些人會上街抗議 有一些人不上街抗議 那我現在大概簡單的這樣畫過來 你可以看得到這 如果大家的月退縫都是五萬塊 所以你會發現上下有兩個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差別就是在救治的部分 有一個是比較多 有一個是比較少 我舉例來說 他如果是民國七十年入伍服役的人 跟民國八十年服役的人 事實上他們救治年資就差了十年 那所以他在十八趴的優惠存款的部分 七十年入伍的其實就會比八十年的領得多 當然 因為他的救治高 對八十六年之後 因為當時改革之後沒有救治的存款 沒有這個所謂的十八趴的優惠存款 所以八十六年之後認官的這些人 其實沒有這一次年金被改革的問題 他們只有遇到一種狀況 就是因為他本來沒有十八趴的優惠存款 但這一次改革把它調高 所以對現役的人來講 確實是ok 就八十六年之後的ok 可是對於這一些所謂的老學長們 為什麼你會看到好像退出來抗議的 都是這個五十幾歲的這一批人 因為很簡單他的救治年資是高的 瞭解 所以同樣被砍掉十八趴 同樣都是現在月退五萬塊的人來講 我現在用一個大概的數字 同樣都是零五萬塊 可是他如果是七十年任官的人 零五萬塊 跟八十年任官的人領了五萬塊 他的比例不同 瞭解 因為他是他的五萬塊 是由救治的把它撐起來的 所以當你把十八趴拿掉之後 他十八趴一拿走 對於這一些早任官的人來講 他的壓力就更大 所以越早從軍的年資越多的 這個災情就越慘重 我這樣解釋你就懂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一次的抗爭裡面 很多人講說哎呀你們幹嘛去在乎這個 我跟你講他當然在乎 因為對於譬如說 以這個比較心智的人來說 他的所得替代率其實扣掉 比如說我以我的年班來算 這樣大家會更清楚 像以我的年班跟這個學長的年班來說 我被砍掉了這個所得替代率 如果我把十八趴拿掉之後 我的所得替代率 基本上是大概在五十六五十五 五十七上下 他的所得替代率這一被砍之後 我告訴你 他可能會跌到五十以下 因為他的救治多 我們來舉這個實際的例子 大家就清楚了 這個可能就是所謂的災情 比較慘的這個個案 譬如說某個上校 他是十二級 服役年資二十七年 這也算正常 也不算多也不算短 服役二十七年要申請退伍呢 那本來他有十八趴 一個月可以領兩萬二左右 還有退休縫 一個月大概是六萬 月退所得 加起來就是八萬三左右 這實際的例子 這個是退伏會榮光雙週刊 之前用五十趴這個所謂的 退休的這個比例呢 來去算的 如果按照這個改 這個是五十趴 現在是五十五趴加二乘以X 這個是五十趴加二點五X 但是差也差不了多少 再改了之後呢 他會從八萬三 剩下六萬八 一差就差一萬五 當然錢不是那麼那麼那麼核心 你們在意的事情 可是這一差一萬五 真的會導致我們的退役軍人 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難嗎 我一再強調一件事 日子隨人在過 你不能夠講說 今天差了一萬塊兩萬塊 日子怎麼過 我一再強調 任何一個改革 我們是支持 但是我要來考慮幾個點 第一個點 現在的政府爽話幹話不缺 缺的是謊 到處都是謊話 剛剛林外先生講那些東西 我用幾個例子來 長留久用 長留久用 這就是一個謊言 為什麼叫長留久用 我們現在來想一件事情 如果現在目前的社會 這樣的跡象 我是現役的 我現在退伍入安 到薪資我只能領四十趴 可是今天改過之後 我立即可以領到五十五趴加二 可是我一到我中校完了 我升上校的時候 我領的既然比我現在還少 你認為我還要不要留在部隊裡面 我要不要趁著 我還四十四十多壯年時機 我到外面去打拼 能退就退 能退就趕快退 所以現在很多人 在等新日產生之後 趕快退 退伍 這是我們知道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 我們再來談 長留久用 在去年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修改了一個 位級校級沿用的條例 按照我們現行的 身兼管道來講的話 位級軍官 他在服役滿六年的時候 就應該升到上位 可是今天我們來講 我們的募兵 他不達標準的時候 沒有人往上補頭 這些人往哪裡升 一個蘿蔔 一個坑 一個缺一個站 是不是要等這些上位 幹滿了二十年 他才能夠退伍 用這樣子惡性的循環下去 請問還有誰在願意募兵進入部隊 不斷的這種惡性循環產生之後 我們國家的國軍到底在哪裡 我們國家的危機在哪裡 所謂的 他講的什麼 長留久用 他到底是一個笑話 還是一個實際現象 我請教 會不會覺得有點 形勢比人強 剛剛您談的那些論述 其實之前我們在談公務人員改革 在談教職人員改革的時候 其實公教也都是這麼強烈的論述 可是不管再怎麼論述 最後還是改了 這是一個是不是形勢比人強 第二個如果相撬起公教 政府是不是也真的對軍稍微 稍微那麼一點點好一點點 我們來看看軍公教 來稍微做一個比較 公教是最後再值十五年 平均本縫 那軍的部分呢 就是其中 起支縫率五十五趴 每一年再多兩趴 那當然如果你算這個 所得替代率或什麼的 可能也差不了太多了 可是我們來看看起支年齡 以後呢 公教 公的話是先調 教要逐年調到六十五歲 現在是五十八 越來越多了 七五到八五的 然後呢 可是軍呢 服役二十年就可以月退 再來樓梯 月退的樓地板 公教是三萬二 軍呢 就多了大概是六七千塊到三萬九 相較級公教 這個是一個荒謬的論述 請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來去講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整個整個法案過完了之後 老師會產生什麼心情 我能撐多久是多久 我撐到三十五年四十五年五十五年 我領到我最高最高薪資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薪資本縫 可是軍人呢 軍人沒有辦法喔 時間到了我就退囉 我不會去等待 我可能要到的 怎麼可能會有人服到三十五年 你想想看 三十五年是一個什麼概念 少將 中將 才能達到這樣子的標準 所以你用這樣子去比較 這是一個荒謬 荒謬的對比 怎麼可以這樣對比呢 老師如果變成現在的心智 他們會一直一直要求 他不會到 當然 現在很多老師不退 他不退啊 我就是不退 你新的老師怎麼補 他也是一個亂象 可是軍人不一樣喔 軍人如果說你變成這樣子的話 我明知道我服役滿 二十年之後 三十年之後 我的薪水比現在二十年 還少的時候 我一定會急著我退 我退下去之後 再去尋找我的第二村 這兩個不能去做比較的 而且你服役滿三十五年 大概都幹到醬了 對啊 你如果校啊 那個其實都大概是二十年左右 我們來去這樣去算嘛 一個位級軍官 他的比序大概是一到十五級嘛 校級軍官是一到十級嘛 降級軍官是一到六級嘛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用算 我們一年算一級好了 他怎麼可能會到達到到 這個階段 謝民修還是那句話啦 就是說每一次 其實我們談每一次軍公教 我想接下來談勞呢 也是勞工一大堆苦水啦 但是問題形勢比人強 就是過啦 對 因為這裡面 我們先談就是軍的部分喔 當然我一直認為軍警 是要給他們最好的這個待遇 因為他們是白天也上班 晚上也上班 遇到緊急事件 他也是要站在第一個這個前面 但是他背後其實我要說這個制度 他有沒有相對性的其他可以做參考的 那據我們的官 據這個資料顯示裡面 他其實也參考的是美軍的這個制度 退役制度 也是用百分之五十的這個替代率 一直往上加 當然每個軍人 他不一定都可以做到中校上校 那麼在還沒有做這個退休金的更改之前 就很多的軍官 他就在這個上位就退伍了 那時間到了 他升不上去就退伍了 少校升不上去就退伍了 他並不會因為這個制度 去更改了你軍中的升遷 有能力者 他還是或者是 不管什麼原因 有辦法升遷的 他去升遷 做到他不能做為止 比如說他到少將升不上上將 中將他就要退下來 所以基本上這個制度劃分的時候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軍人他都很清楚知道 他只要能夠有辦法做到第二十年 就從他進到軍校高中 大學大一十八歲 然後做到三十八歲 二十年只要他做到三十九歲之後 他就按照這個制度 事官也是一樣 這些老事官們 只要他從這個專科 一直念到了這個 他的這個老事官一級 事官二級 他只要能夠滿這二十年的這個門檻 他依舊領這樣的退休金 所以他把他制度化 也讓所有的這些所謂的 我們說的這些軍 這些敬重的這些軍人的 這些長官們 你可以清楚知道 我退休金是多少 所以就是說這樣的動作 當然最大爭議底 就是一句話 早一點的這些長官們 你的十八趴的問題 那現在立法院在爭執的部分 就是這十八趴用什麼方法 來做一些彌補 用一個明目 但是不能是十八趴 那剛剛講說中間有差了一萬一 剛剛的案例 一萬五千塊 這一萬五千塊 不是一次性的砍 他是分十年 緩步的砍下來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十五 一萬五十年 那每一年大概就減少的是 一千五百塊每個月 他的算法是這樣子 那麼也就是說 慢慢的去遞減 就每年通一點 每年通一點 不是一次完成 我請教 也許你更合適來談這件事情 是你也是少校退 然後但是你沒有拿月退 然後你又是媒體人 你也清楚社會的一些想法 跟輿論 我回到這個案例 一個少校做了二十七年 那理論上他應該不滿五十歲 你應該是不滿五十歲就可以退了 這大部分的情形都這樣 現在情形呢 一個四十多歲的上校 退役上校呢 他一個月領八萬三 民眾開始會有 當然有一點酸葡萄啦 你才四十多歲而已 一個月而已八萬幾塊 這樣到過往這樣 好像有一點不合理 那你在看改革之後呢 雖然是一年一年少啦 可是少到最後呢 是剩下六萬八 那你想想六萬八 好像也還不錯 你怎麼理解這些差異 我覺得當然用錢 來做數字的衡量的時候 這個很殘酷 也很現實 就是勞工 我還再補一槍好了 老公會講那我領多少 你領多少 你退休了 你要領多少 所以我覺得把錢 做為比較的前提的時候 這個就很殘酷 這一批人就叫弱勢 因為人家會覺得 你就是領得多 所以我覺得 你會發現到他們的論述裡面 他們不跟你談錢的多少 他告訴你是 他的服役的狀態 他告訴你是 當時國家怎麼告訴他 你今天要變更OK 你可以比照八十六年的時候 八十六年為什麼調整 因為很簡單 您剛剛所提到的 不是形勢比人強的問題嗎 以前大家認為軍人的薪資低 在民國八十年之後 慢慢的往上調 已經調到跟軍 跟社會差不多一般的水平 所以後來大家發現到說 你給軍人這麼多的一個優惠 那時候水電半價幹嘛 我們以前也享受過 後來拍謝什麼水電半價 沒了早就沒了 一個一個都取消 什麼免費通通都沒有了 因為那時候的社會氛圍 開始逐漸這樣 所以這一批人 他會告訴你講說八十六年OK 你把它切掉 切掉的時候他可以接受 但能不能比照當時的狀態是 你讓舊智歸舊智 心智歸心智 我講另外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好了 八十六年認官的這一批人 現在面臨到他今年要暴退 或者有一些人去年就暴退 那我請教你 在這一批的人裡面 他沒有舊智 就是他沒有十八趴 是 他本來也沒有符合這一批 所以他是很少的這一塊 是 那你現在這個公佈之後 這一批有落差的人怎麼辦 你公佈完了之後 這一批適用心智都沒有 我還在軍中裡面撐啊 我還可以繼續 我可以試用心智啊 那我中間這一塊呢 我領多的 你把我砍掉 領少的 你沒有要補給他耶 所以很多人也希望 你趕快過啊 我講更白一點 八十六年半之後 他甚至希望趕快 那這一罐的空窗 你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會 突顯出來的是 我認為啦 如果從現在釋放出來的版本 五十加二點五 跟五十五加二的狀態 最少 後面的這個版本 就是五十五加二 其實是對於 他們比較有利 對校官以下比較有利 是也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去算換算的時候 最少在上校的這個階層 二十八年 因為他必須二十八 二十八年他就必須要退 沒有往上升就沒有了 所以他如果真的做到上校頂天 他其實多了一趴左右 一趴當然沒有什麼 可是我們還是講到 這個就是一種比較 瞭解他們的心態 他們其實難過的地方 再來是 我本來可以領這麼多 你把我砍掉 可是對於限制的 有一些軍人來講 他其實根本沒有這一塊 他贊成改革 他甚至更希望你今天趕快公佈 因為他馬上我明天暴退 我就適用心智了 是 你現在這一批沒有的 他也到了借鄰 必須要退的這一塊 請問你 他現在缺的 你說後面給他更高 要補給他嗎 我們政府沒有要補 不過執行長 您剛剛也一直談到說 這個對所謂的長流久用 是有負面影響 但會影響到軍人的忠誠嗎 不管是現役或退役 我們應該這樣來講 如果說今天我應該強調 國家對於軍人之間的契約 他負有保障跟照顧的責任 軍人對國家必須有奉獻 跟犧牲的一個義務 這就是國家跟軍人簽訂的生死契約 如果說一旦把軍人跟一般的民眾 論金論量的提到檯面上來 不要講忠貞跟忠誠 我就跟你論金論量 你今天給我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 這是人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講 軍人跟國家契約關係 到底他的立足點跟他的平衡點在什麼地方 絕對不是在於金錢的價值觀 現在每一個 現在聽說連上將都要到學校去招募 招募那個所謂的那個資源 資源義的募兵 誰敢承諾 如果今天任何人提問他 請問長官 我服役滿二十年之後 國家給我的待遇 跟我後未來的照顧是什麼 誰敢給他承諾 誰敢 如果說你承諾出來 構不構成所謂的詐欺 現在誰敢 如果說國家對於一個軍人 他沒有一個完善 而且是一個固定的制度的時候 請問我怎麼知道 我為你貢獻十年二十年之後 你能給我些什麼 我能得到些什麼 今天那個林萬一有講 這個東西呢 所以所謂的長編適用中 他講兩年要檢討一次 我今天來問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兩年監討一次 是不是你也可以給現在 願意在部隊服役的 兩年給他選擇一次 你還願不願留在營裡面 我們要不要來對等嗎 你既然願意兩年監討一次 你也給兩年現役的軍人 給他兩年選擇一次 你還願不願意待在部隊服役 傑民兄接下來 在立法的過程中 需要跟公教有不一樣的過程 跟態度嗎 好 其實這次的態度 是很單純 就是為一件事情 就是十八趴 要永遠把它歷史化 那這十八趴的歷史 這個因為它永遠化 所以就造成了 所謂的新知跟舊知 之間的一個差異性 那至於未來 你會不會做更改這個制度 因為之前的討論的問題 並不是在這個制度上面 而是我剛才談到的 這十八趴才十趴的關係 我問我的學生 什麼聽到 什麼聽到 我問他們 什麼電視線 什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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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什麼音樂 我一个维兰兵 我能不能请军队 给我的食材 这是一个适合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帮助他 地球原始的野生脉动 令人惊奇 在城市间 野生动物与人类 有着一种感动又温暖的 共存情谊 努力占地求生的夜红家族 收集人类物品 去竹巢求偶的大亭鸟 伶俐聪明的浣熊母子 周六晚上八点生态全记录 地球脉动2 城市单元 就在公共电视 公事家 现场收看 精彩不间断 时间自由选 地点不直线 网络影串流 让你娱乐随时有 公事家戏剧系列 我要做Q的电视 现场只有我们两个医师 怎么样 做不做 热门跟播经典重现 最强悍的追剧神器 公事家纪录片系列 观点独立 一体跨界 最多样的纪录片平台 公事家儿哨系列 这会支持的能量 有没有比较稳定了呢 有比以前好 轻松学习 多元思辨 寓教娱乐的儿哨天地 公事家4K超高画质系列 4K经验 好事无限 最超值的家庭剧院 马上搜索 公事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